用餐尖峰期不少店家都靠空腹熊貓外送員幫忙送餐 原本以為可以拓展業績 但想不到訂單貨款竟然不知不覺被消失 像今年5月的時候訂單取消了太多 過多了所以我起疑 我就是想說好那我另外做個紀錄 看到時候對賬單來之後 這些被取消的訂單是不是有真的被列進去 果然發現都沒有被列進去 店家們在群組討論發現這並非單一事件 不少店家對賬時發現 很多已經出過的餐並沒被列入 或者是明明外送員都已經拿了餐點 系統卻出現訂單被取消 像熊貓客服詢問 雖然對方說會由他們來吸收成本 但是當月結算仍是沒有這筆款項 好像這筆就很誇張 這筆他就是直接回覆我說 只是筆訂單我們沒接收 所以根本不會有費用 叫我自己再去確認 那我後來就是暫序問 另外一個接電話的人 他幫我立刻當下查了 告訴我 明明就有這筆訂單的存在 對啊怎麼會沒回呢 然後就一直跟我道歉 不值帳目對不起來 包含要找客服協助也是難如登天 經常打的電話卻沒人接 只能靠寫email溝通 但這樣一來一往 貨款都拖了至少半個月才會拿到 去聯絡他的人也聯絡不到 那我們就繼續觀看後面幾週 那其實發現幾乎每一次的結帳單都有被吃蛋的情形 同樣業者聊天或是在一些網路平台跟大家同業的業者聊天 就會發現說其實好像大家都遇到一樣的問題 不只店家難找到客服 針對店家指控記者求證外送平台 公安表示要先去了解內部狀況 但在截稿前仍未取得回應 更讓店家無法接受的是 最連追討貨款還要三催四請 沒主意查帳的疏失都造成無形損失 解釋的某些微新北市報導